Moon Night Express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的Moon Night Express 在我身邊,我們很久沒出現過新人的歌手 來到我們節目 歡迎Katy,林千妍 大家好,我是林千妍 Katy是今年的新人 是否這樣叫 唱歌上 唱歌上應該也算是 也算是吧 之前我們收到你的派對歌叫《人魚公主》 今天Katy帶來另一首 就是自己作曲和填字的歌叫做《你不需要離開》 在我們說這首歌之前 我想先了解一下Katy,你本人 美女,高的,清瘦的 是甚麼機緣巧合之下 令你開始了唱歌的事業 其實唱歌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我很小時候也想做 所以我小時候也有參加合唱團 也有參加過唱歌比賽 是 也有贏過,我記得 亞軍 學校那些 是 然後後來 又有段時間 不知道怎樣入行 做模特兒 做了一段時間模特兒 又很有趣 又試過贏比賽 即是模特兒的比賽 其實我不是很積極去參加比賽的人 但通常都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人 叫我去 然後我覺得也好,就去吧 就是我自己不會很主動 很積極 但也不抗拒幕前的工作 也喜歡的 可以的 拍廣告那些我都開心的 但我自己就 音樂才可以令我覺得滿足到我 因為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但我從小都喜歡音樂 我都會學很多樂器 但家人從小到大 不是很支持 我小時候就已經學木童笛 但以前 有些學校 木童笛是必修的 但其實我也不懂得爭取 我就是不肯走 OK 就一直這樣留在 對 就是不肯走 然後她就迫冤無奈 就讓我學 OK 即是有做過模特兒 拍廣告 自己自小就很愛音樂 甚至乎是樂器 但譬如我們收到你的第一首派台歌 就叫人魚公主 是甚麼時候開始令到你接觸到 真是可以入錄音室 錄自己的第一首歌 是甚麼起源的呢 這件事 回到我人魚公主之前 其實我曾經組過一隊女生的樂隊 嗯 那時 其實我也很掙扎過唱不唱樂隊 其實中學讀書時也有唱樂隊 但我覺得唱樂隊 是太不容易了 因為小時候一群人租過樂隊 我當時沒有玩樂隊的樂器 所以我就負責唱歌 但當時鼓勵很大聲 然後大家都很大聲 因為大家都聽不到自己 然後就變成Vocal 但始終Vocal是人聲 人聲就不同樂器 你跟機器鬥大聲 我就覺得很辛苦 所以當時我再打算合樂隊的時候 我就決定試試另一些位置 所以就選擇了Bass 所以你就懂得彈Bass 那女生彈Bass的Bass不是很重嗎 我有很重的Bass 有很輕的Bass 是嗎 我有空心的Bass 而且Bass的頸部比較短 比普通的電吉他比較長 但是那支也有不好處 因為身體是空心的 所以他就會有跌頭的問題 就是你揹著他 就是要抓住他的頭 否則就會坑地下 那以前夾樂隊唱的是什麼類型曲風 即是很Rock的那些 還是怎樣的呢 嗯 以前是盡量Rock一點的 是 也不是說很斯文的那些 其實夾樂隊也很少說 真的很有情 我想是小兩 那是夾樂隊 但是夾樂隊也說回自己 自己以個人身份去唱歌 是怎樣認識到 譬如監製、公司的人呢 其實監製 其實現在我是獨立的 嗯 那你說怎樣認識監製 我認識了很多年 其實我自己的唱片 我自己都很努力地安排了很多年 但是 那你知道 有很多因素的 有資金 又或者時間 又或者歌 又或者 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等於我的歌 怎樣會被人知道呢 是不是要派台呢 那些都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籌備了很多很多年的時間 其實不是突然間說要唱歌的 是 其實就是因為籌備了很多很多年 所以我第一首歌 《人魚公主》的時候 錄的那首歌感情是很複雜的 是 我一直很糾結的 我對著這首歌 《人魚公主》 就是因為已經醞釀了很久了 是的 時間實在是太長了 是的 所以錄的時候 也是錄到哭哭吶吶的 就是很混亂 就是到頭來出來 又不是我預期中那麼滿意 事實上是 是的 所以 很多很緊張 因為籌備了很多年 所以每一首歌出來都很緊張 是 就是 又不敢放寄望 又不可以沒有寄望 所以我心裡是一片混亂的 是的 但是終於都已經錄了你的第一首歌 就是《人魚公主》 到今天你就帶了另一首歌上來 就叫做《你不需要再離開》 就由你自己作曲填字 想了解一下Cady 是自己一向都有創作 還是因為 就是以獨立的歌手的身份 所以就嘗試去創作呢 這首歌是我以前在樂隊的時候作的 但是跟樂隊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間 沖沖涼 是的 突然想起我第一隻收養回來的狗 嗯 這隻狗還沒死 已經十幾歲了 是 那牠回來我家的時候 就大概一歲幾歲 那當時牠是 是不是牠 這個不是 這是第二隻 這隻是第二隻狗 這隻是蝦餃 這隻叫蝦餃嗎 是的 第一隻呢 第一隻狗是 第一隻叫靚妹 靚妹 那個名字不是我改的 靚妹 蝦餃就是我改 是 是的 那這隻就大一點 嗯 還有年輕一點 因為呢 小妹都很老了 十四五歲 我媽就叫我不要勞碌牠 拍封面 MV 就趁蝦餃頂上 是 就是牠還是有心有力的 一隻 年輕一點 蝦餃 蝦餃 快四歲了 OK 那也差很多年了 狗狗 對 那是因為收養了 那隻狗 嗯 但是你說牠還沒死 那為什麼會寫了 你不需要再人離開這首歌呢 因為我發現 就是你現在看Facebook 你就會經常見到 有些人是搬屋 或者上公屋 不知道說不說 又要不要狗 有小孩又說不要狗 然後結婚又不要狗 就是什麼原因都可以不要狗 所以 但是我覺得很慘 因為我跟我的狗很親 是的 就是我跟蝦餃 我也是有段時間跟牠一起睡 就是直至 其實我一向都對動物有敏感 鼻敏感好 濕疹好 皮膚敏感好 我還有什麼敏感 我都有的 對動物 就是 蝦餃 我小時候還沒有那麼敏感的時候 我都會經常抱著跟牠一起睡 真的很親 直至牠現在舔我 我的嘴會變胖潤腸 啊 因為敏感 是的 但我立刻洗就可以了 就是在牠發大之前就立刻去洗 是的 所以我跟我的狗很親 我就知道牠們其實不是 牠們是有思想和感情豐富的動物 我覺得所有人經常都用 就是不要牠的時候 突然間可以這麼絕情 是的 可以這麼 就是很不可思議 我覺得突然說不要就不要 或者也不會擔心一下 即使人家養了也好 也不會擔心一下 別人不會照顧牠不好 是的 就是不一定是每個人都懂得教 或者養狗 就是不是 流到街頭也不一定是最慘的 牠們可能在家裡 也未必受到很好的照顧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被推給人 就是一件好事呢 又或者 就是如果你是養開牠 去流到街頭 其實人家養開的狗 就很愚蠢 就是只懂得哄別人而已 就是懂得哄別人和別人玩 但是你說牠出到街頭 就要懂得選擇食物 甚至要懂得獵食 那即使我現在養 兩隻都是唐狗 都是雜種狗 我不覺得牠們在街頭是能生存的 是的 所以我就作了這首歌 我想說 其實一心就打算罵人的 是的 就是覺得牠們很不負責任 是的 那二來就 那都說一下 如果真的要養了一隻 撿回來的狗 例如是一些 不是BB的流浪狗回來的時候 你要付出多一點的愛去愛牠 因為我也記得有朋友說過 就是在動物 或者是寵物的狗也好 貓也好 主人是牠的全世界 但是可能對一個人類來說 牠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當我們每一天出去上班 上學的時候 那隻寵物 無論是狗狗 貓貓 甚至乎是其他小動物 牠可能每一天就是等著主人回家陪牠 是的 牠每一天的目標就是等我回家 是的 而且可能令主人開心 其實狗狗也開心 是的 那我們就知道了 Kelly寫這首歌背後的原因 我們稍後會有機會 聽到Kelly親身演繹這首歌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聊吧 捉獨